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我們的這個 簡報的部分 那您看一下在這邊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這個 那麼如果呢 你想要找到我的資料的話 您可以用這個關鍵字 在這邊 你就打樹腦師 就可以找到我的部落格 還有YouTube的教學頻道 因為現在不小心當起YouTuber了 好我有在經營 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在上面提問 那麼我們再往下看 剛剛呢 第一個已經跟各位稍微介紹過 我們的這個 即時互動擺板 那這樣的簡報方式應該跟各位平常用的 跑步比較不一樣 對不對 那這個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第三 次 來這邊跟大家分享的時候會介紹的 首先我們第一個要跟大家介紹就是 提升工作效率裡面有幾個 問題我先跟各位 詢問看看 第一個 你覺得這個滑鼠選文字有沒有效率 你有沒有很認真的用滑鼠去選文字 因為其實 雖然現在 行動裝置 你可能是手機還有平板 是很方便 但是 我想我們基本上 目前 平板應該還沒有辦法完全取代 就是我們手 就是那個 電腦 的部分 所以你多多少少還是需要用到滑鼠 電腦的這個部分 那你用滑鼠去選文字其實常常都是不太有效率 比如說你要選起來你要從第一個 按著拖曳是不是拖到最後面一個 對不對 那你要眼到手到 要比較麻煩 那有沒有比較快的 有 有比較快的 再來剛剛那個短子 有沒有簡單 對不對 比較好記嘛 你就算QR code 你沒有掃回去 一樣還可以記得 當然 他就是必須是唯一的 再來就是 可能各位平常一定會遇到的問題 剪貼部 Windows內建的剪貼部到底好不好用 你不覺得 他的健忘症很嚴重嗎 只要 永遠只記得最後一次 他只有最近的這個短暫回憶有沒有 前一個 他馬上就忘記 下次開機 也把你忘得乾乾淨淨 所以有沒有比較好的方法 因為難免我們在做的 我們在工作過程面 是不是有些東西你會重複需要 貼上去 比如說你摳了文字又摳了圖片 糟糕 剛剛那個文字我還要 你又再重新回去找 這樣就很麻煩 那另外一個 這個 因為在座女生比較多 出門的時候應該都知道少一件 可是我們 在電腦裡面也常是這樣 就是 檔案明明在 這裡 在那台電腦裡面 你問檔案總管 他就說 那不是我管的 因為我找不到 對吧 所以說 有沒有比較好的工具 真的有 你可以試看看 可以試看 那這只是其中幾個 那我就先來看一下 我們在不用軟體的狀態下 選文字 有什麼 比較快的方法 來我們來看一下 您看這邊 比如說像我的部落格裡面 好 這一段文字 您現在看到這一段文字 如果你要選起來 應該各位是很標準的方法吧 從頭框到尾嗎 有時候還不小心框到下面對不對 這樣 好嗎 貼上去之後還要再改啊 那 有沒有比較快的方式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對不對 123 再來 這一段怎麼辦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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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這樣會太快嗎 不會啊 可是很有效率啊 閉著眼睛都會啊 因為你只要看到他就123啊 欸 你們用office 你們Word沒有用過那一招嗎 有啊 對啊為什麼網頁不能用 沒有人告訴你網頁不能用啊 所以 只要是一個段落 他就是123 就選起來了 那身價就看你要怎麼複製啦 請問12的話會怎麼樣 跟office一樣 一個詞 對不對 只要是他能夠辨識的詞 12 12 12 有沒有 真的真的 你早就會了 只是沒有把它應用到網頁上 但是我有遇過一個問題 有人有考我一個問題 你知道考我什麼問題 那超年節怎麼辦 真的啊 如果你是超年節 比如說像大家最喜歡去那個Yahoo 因為來這邊 家裡面現在沒訂報紙啊 所以就來這邊看新聞啊 來你看 如果是這個超年節你就123就過去啦 他不就跳過去了嗎 那怎麼辦123 我也可以123 我偷偷的在他最前面那裡 你再看一下 我現在這邊滑過去不是會變一個滑鼠那個手嗎 我就偷偷到他最前面有沒有 123 有沒有一樣 因為這個上次我差點被考倒 我想說對齁超年節我怎麼沒有想過 所以如果你有超年節的只要他 前面這邊 123 這樣就好 一樣還是可以的 還是可以的 所以 這個地方各位真的可以留意一下 不要讓網頁 變成你的負擔 隨便選一下 很快就選好了 沒有那麼優惠 OK ért